不要把你的电脑很多东西 链接到云端 比如说我们手机拍 如果你链接以后 所有的照片上传上去 你的云端就满了 所以你就是用什么样的东西 放到云端 你想共享 跟电脑共享的放在云端 这样的话 你的云端即使你用 你想五个GB对很多东西 然后你放完了以后再把 其实它每个月两块钱 你能放很多五百个GB 比如说也不贵 已经提了点 云很容易告诉你 比如那个哥哥的云 他就告诉你 你满了你加钱 是吧 这一点不要轻易去加钱 其实你可以轻易你的云端 你要告诉他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Mindry5 它通常会给我们提供 五个GB的免费 你看这边 中间有一朵云 意思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储存在不同的电脑上 尤其是照片 有video 通过上传云 它的名字叫OneDrive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放在云端以后 我们在手机上照着照片 用上传到云 我们在电脑也可以访问云端 实现了一个共享 我们就很简单的实现了 从手机上拍完照片 手机上也能看 手机上拍完了视频 在电脑上也能编 今天很高兴我们和Fedda 英国皇家建筑学院 唯一的女院士 太厉害了 她八十几岁的时候 我当时是 她说要卖出去 她在Edmondton的一处房子 我当时想 都八十几岁了 还搬家干嘛呢 然后那个房子关键也挺好的 是吧 顶层上很安静 后来她说 我希望更靠近Metro Town 对吧 是这个想法 太热了 太热了 然后呢 把那个感觉掉了 对 Metro Town那个赚了很多 那个赚了很多钱 就像Fedda呢 因为她的经验 她开始节奏才得比较好 Metro Town那边住了一年的时候 就赚钱了 我当时搬到白石去了 她说要搬到白石去 哎呀 我当时想骗了 这 八十三了 又住了一年 我就是搬家就要累死掉 后来呢 她到白石去 我又去Metro Town 接她去白石看房子 给她很多房子 以后她就挑 然后说 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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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全听她的 然后到那看完了以后 当时其实有两个挺满意的 是吗 有一个矮层的 有一个高层的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Susax 一个高层的工艺 它本来是大概是要 四十三万八吧 那么有人跟我竞争 我说加三万 其实四十三万加三万 是加了多少 加八个普生 他还有没有 要不要一点点给他 我办 一家伙就给他三万 我当时就是都有点多 但是后来这个房子买下来以后 所有的朋友都说好 那格局也非常好 然后呢 是九百多平方套一的 哇 这一个人住 真的是很享受 大窗户 落地大窗户是吧 而且呢 因为海景 可以看见 太平洋了 楼底下就是各种蛮好吃的呀 面包房 有机食品店是吧 不需要开车 走路就去了 所以老实说吧 我刚才跟他说 你要是决定做一件事情 你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Go ahead 不管任何代价 绝不后悔 马上立刻就进行了 不要犹豫 现在卖 现在买 便宜买便宜卖 没有吃亏 不吃亏 可是我们要选择什么 他们跌的少 house跌的多 那你是在这个水平上好 我跌的少卖掉 我买一个跌的多的 是不是对你有好处 可是你千万别 这个时候光买不卖 那这个事情不能做 那是我看见一个house很好 我要去买它 火圈你不要去买 它会再变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经济很差 全世界经济都很差 各个政府都是印钞票 开机器 是吧 现在 你想比如在中国 有生产了吗 在加拿大生产好吗 钞票不是靠印出来的 是靠人的劳力去产照出来的 这有没有呢 这有没有 别单纯去买 因为还要在同一个趋势上面 对不对 贵买贵买便宜买便宜 这点呢 我也是非常的认同 Freda的看法 现在的市场呢 跟以前相比 又真的是匪夷所思 以前的市场呢 像公寓啊 townhouse 他们是涨不过house的 但是在前面结束的这一波行情 史无前例的公寓和townhouse的上涨幅度 超过了house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卖出一个公寓或者townhouse 买进一个house 是史无前例的绝佳机会 就像刚才Freda所讲的 如果我们可以预见这个市场 是要这样走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个点位上卖掉 然后在底下买进 是绝佳的机会 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 市场开始反弹 我们有理由认为house将率先反弹 那时候我们卖出公寓和townhouse 换一个house的计划 就要比现在实施起来难很多 正像Freda所说的 做一切事情都需要胆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没有胆量卖出 然后甚至可以稍微等一下买进一个house 每个人的情况会一样 不过在天月的时候 你交房子的时间要 你要帮他卡 拉长 我们可以拉长house 这个公寓的交房时间 就像上次您在那个地方 买进那个和买进metrotown的时候 我们虽然签了合约 但是我们来回兑时间 有记得吗 然后在兑时间的时候 所以情愿在价钱上让人家拧点 就是把这个时间拉够你操作的时间 是吧 否则你先帮你的家多少麻烦 那基本上呢 在当前的市场下 我不担心你买进一个房子 另一个是比较容易的 对应该是这么说 现在是买家市场 对 当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买家 他给我们的交房时期太短 我们可以不要这个offer 比如我们可以问他要 我半年以后给你 我三个月以后给你 其实很多买家 他这时间是可以再调整的 就像我们上次买进卖出的时候 是来回调整 其实我们用了很多的策略 使得这两个房子交接顺起来 而且后来他还给我们一些补贴 是吧 是啊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他肯定了另外一桩买卖 他等钱 可是我说我给你全部cash 我不去借钱 我全部现交 现交给你 那么就释放了他那边 因为他肯定了另外一桩买卖 他等钱用啊 但是我去跟银行借钱啊 等来等去 就把他给耽误了 所以后来他就答应 给一些折扣 然后我们也给一些时间上 就是按照我们去挑时间 这样我们就把那个买卖在 在Admo的卖出和在Metrotown的卖技 两个时间正好碰起来 而且实际上后来我们也用Metrotown去贷款了 是吗 我没贷款 没有贷款 没有贷款 不是那个那个谁 那个那个 我知道 那个女士叫什么呢 哎呀 其实呢 他说你可以拿这个房子 就是去申请一个LINE OK 那我那时候想申请了LINE 其实也不错 我倒不是真要用钱 对 我就申请了LINE 可是申请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LINE 对我来说一定用处 又我又不做生意 所以我也没有人来 所以我买房子 不借钱 嗯 对大家有帮助 Thank you